那只有这种算法吗 当然不是咯 我们这个呢 称作第一种算法 这是第一种算法 其实也有第二种算法 如果你有印象回去复习一下 前面带分数的乘法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种做法 关于学长自己也很喜欢 就是四分之一再乘以三又三分之一的时候呢 我们把三又三分之一啊 分成整数跟分数的部分 所以呢 就是写成四分之一乘上三 再加上什么 三分之一 OK 那有这样子的写法 就代表我们可以运用一个什么定律啊 叫做分配率 对不对 OK 所以当我们善用分配率的时候 OK 我们这里特别注明一下 就是用分配率 好 用分配率以后呢 你可以得到的结果就是四分之一乘上三 再加上四分之一乘上三分之一 所以得到的结果呢 我们计算一下四分之一乘以三就是四分之三 然后呢 四分之一乘以三分之一 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计算 它就是四乘以三分之一乘以一 所以就是十二分之一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写了 加上十二分之一 好 还记不记得一分母的分数相加的时候怎么加 当然就是要通分嘛 稍微算一下通分 取最大公 最小公倍数 取最小公倍数 所以呢 是十二 十二分之九 加上十二分之一 所以答案是十二分之十 两相约分都约二 可以跟二除 就得到答案也是一样 是六分之五公里咯 OK 所以这个题目呢 有几个关键 第一个关键呢 是要把题目读懂 然后把这个题目呢 变成分数的相乘 OK 那第二步呢 则是要把式子算对 你代分数呢 可以换成假分数来做 也可以呢 利用分配率的方式 把代分数的整数 跟分数的部分 把它拆开 要熟练哦